国共两党应该摒弃前嫌 枪口一致对外 是吧 是 两党之间过去 积累了一些恩恩怨怨 那等打走了日本人以后再说 是吧 现在不是已经开始 国共合作抗日了吗 你们倒好 只抗战大局不顾 上面握手 下面捅刀子 国共合作那是上面的事啊 爸 说到底 那就是一纸文字游戏而已 我呢 是一名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可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接到上风 让我们与共党合作的命令 再说了 谈判这件事 那也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别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的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是军人 但是你首先是中国人 以后说话办事 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好好想一想 啊 爸 我呀 也没有怪您的意思 我只是想提醒您 您呢 今后 还是踏踏实实地找矿 开矿 别瞎掺和 给自己惹是非不说 主要是 您给我找了一堆麻烦 一人做事一人当啊 我做的那些事 不会耽误你的仕途 妈妈 阿玉来信了没有 这都有四五年没有消息了 一个字都没醒来过 请医生 嗯 那 拿去吧 嗯 阿玉 来了 阿玉 今天报纸上 有你们家乡的消息 冯 冯同志被捕 冯同志 哦 就是这个冯白鞠 你们认识 岂止是认识 他是我以前的领导 我叫他同志 我是普通战士 哦 他也叫我同志 同志 志同道合 这个称呼好 亲切 那阿玉同志 下班以后 我来接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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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嗯 阿玉啊 我们都认识四年多了 不过你很少提起往事啊 是啊 有四年多了 要不抽个时间 我陪你回穷衙去看看 不用了 谢谢你 白伦同志 你现在是穷衙特委的代理书记 到底怎么个救法 你赶紧给拿个主意吧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武装解救风白局统治 实在是太冒险了 即便是应救成功 伤亡也会很大 白伦同志说得对 贸然营救 搞不好会伤到冯白局同志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这样做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怎么办 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冯书记 就被敌人给枪毙了吧 当然不能 人我们是一定要营救的 但必须想一个周全的办法 把少王捡到最低 对方事情有变 我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敏京同志 你立刻去找刘秋菊同志 让他和林茂松同志 一起来特委这边 研究武装解救的计划 好 另外 林茂同志 你和海国市工委联系 让他们再次发动舆论共识 给他们施加压力 揭露他们破坏谈判的阴谋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冯书记和孝曾同志 暂时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以为我们的营救 赢得更多的时间 好 舆论这块 海口的同志说是已经在做了 工委的同志 也已经请了当地 最有影响力的开明人士 邱炳恒先生 发表了几篇联名的呼吁书 他们现在 正准备上出广东省 以至国民党南京当局 好 太好了 但我们也要设法向上级汇报 请求他们的帮助 好 这个任务我来完成 老张 吴克之同志 他那边是什么情况 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只知道 对冯白居同志的看守更加严了 一般人很难接近 那也要设法接触上 一定要知道老冯的指示 这点非常重要 明白了 我回去以后 马上着受联系 一定要确保 吴克之同志的安全 他现在是我们唯一能够 跟冯同志联系上的人 千万不能断了这条线 队长 有什么情况吗 他一直喊着 他是冯白居 说是代表共党来谈判的 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土匪 上方有令 要严格开手 不能让他与外界随便接触 更不能让他死了 要活口 我明白 他想上料都没门 你不信 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不是本队长不信 是头不信 赶上用点心 下来了 我请你喝两重 我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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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吴克之 是福哥洛同志让我来的 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你真是吴克之 对 外面情况怎么样 他们对外 不承认抓了你 就是酝酿更恶毒的阴谋 现在套尾正在组织 对你的营救 正面的 操面的工作都在进行着 民众的舆论 对我们也十分有利 只是 什么 他们就是 企图嫁祸于我们 说我们制造事端 破坏河坛大局 这是我最担心的 冯同志 特委让我来见你 问你有什么指示 是我的不慎 造成了现在 这种被动的局面 我应该向特委监讨 冯同志 有什么要求 你就说吧 我一定把话带到 请你转告白伦同志 让他把特委的工作 主持好 把队伍带好 不要因为我的被捕 就自乱阵脚 明白 还有 你尽快和曾鲁瑜 取得联系 就是跟我一起 被关进来的 那位女同志 好 告诉她 坚持住 明白 她不是敌人的主要目标 如果有可能 先救她出去 明白了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带参座去看看 是 参座 您放心 这一天二十四小时啊 有专人值班 现在我们队长 还在里边亲自看守呢 你们队长 吴队长 吴可知 你 你个狗特务 我是来和谈的 你小子到现在还嘴硬 再废话 让你活不过今天晚上 吴队长 醒三座 监狱长 干什么呢 你怎么这样对待冯书记 背之失之 以后要好好伺候着 不得待晚 书记还明白 参座 监狱长 这么晚了 你们还亲自来 吴队长 你不是也没休息吗 辛苦了 分内的事 应该的 有什么新情况吗 有 什么 这个叫冯 冯白居 对 冯白居 她一直在念叨一个人 念叨谁 叫什么曾 肯定是一块关进来的 那个女人 对对对 她说那个人 是她老婆 老婆 老婆 关哪儿了 女奸仓 丙三号 把她们关在一起 这 这什么这 按我说的吧 还看着我干什么 按餐作命令吧 这不太好吧 咱们这是奶妈替人家看孩子 谁哭谁闹 关我们什么事 快去办 是 开门 开门 孙慧云 出来 进去 进去 冯书记 没事 你还好吧 我很好 坐 冯书记 冯书记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他们不敢 但是以后 就说不好了 都怪我 我没完成好任务 不怪你 知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把咱俩关在一起 他们以为 咱们俩是真的夫妻 是想借助亲情感化我 惠玉通知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会找机会跟他们说清楚 让他们放你出去 不行 你不出去我也不出去 要我出去 出去一个人 革命就多一份希望 更何况 我也不会在这儿坐以待毙 你放心吧 你就那么有信心吗 死里逃生多少回了 还没有哪颗子弹 能把我冯白鞠打倒 更何况 这个监牢 冯书记 只要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好 外面的人 正在想办法营救我们 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肯定可以出去 即使我死 没有即使 只有一定 一定 看看看看 冯白鞠关在浮城监狱 什么 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别怪怎么得到的 我关心的是 凡是看到这个消息的人 没有怀疑是假的 只要我们不承认 他们相信又怎么样 现在舆论明显对我们不利 不能不说这里面 有同情弱者的心理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大部分人 赞同国共共同抗日的主张 而且这部分人当中 还有不少是我们内部的人 说不定那一天 报纸就要登出 冯白鞠御语中的照片来 这 这绝不可能 我听够了 马上宣布 冯白鞠被捕的消息 什么 但是不能承认 他是共党的谈判代表 就说他是在 企图抢劫的时候 被我们抓捕的 经过一番审查 我们发现 这原来是一个误会 司令 我们跟他们相斗了十几年 现在终于将冯白鞠抓获了 这样就把他放了 难道与放虎归山 互换无穷吗 放虎归山 那不可能 那司令的意思是 人家是来找咱们谈合作的 咱们呢 就顺了人家的心意 跟他们好好谈 好好谈 南辕北辙 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 此谈判非比谈判 此合作 亦非比合作呀 冯先生 误会 真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 那为什么不放我出狱 这不是已经放出来了吗 这里不是监狱 是我保安司令部的会议室 而你 则是我张某人的座上宾 可在我看来 这没什么区别 冯先生真会开玩笑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 朱琼152师的师长 陈将军 幸会 这几位 社会贤达 想必冯先生早就认识了吧 先生 别来无恙 张司令 今天请来这么多军政要员 还有社会贤达 想必不是为了迎接我冯某人出狱吧 冯先生 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肯谈 诚恳地交谈 那么 看看谁先发言呢 我看 还是请你过去的老师 王先生先说吧 王先生 请 宇舟啊 我们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今非昔比呀 我们都老喽 先生 白云参狗 食不我待 今天不管先生跟我说什么 白居都会席耳恭听 惭愧啊 好 宇舟 这 政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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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王先生真的是老了 呃 呃 呃 天将军 你跟冯先生同为军人 我想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吧 那是自然 冯先生 冯先生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其实彼此都很清楚 我也就不再打哑迷绕弯子了 我们同为军人 说话就是直来直去 您说呢 好 冯先生 这件事并不复杂 只要你把你的武装 啊 不管你有多少人马 只要你带下山 接受我们的改编 并且保证 以后再不和政府作对 我陈某人 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可以向上 为你申请一个好的职位 成为抗日的动良之才 否则呢 否则 我的确不愿微言总听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陈市长 我提醒你 你作为琼崖地方的军政长官 如果继续这样一意孤行 那么破坏合作抗战的罪名 就要由你来承担 冯先生 冯先生 事到如今 我同意文长县党部 张太信的一个意见 以土匪的名义 处决冯白局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土匪 是共党 是政治犯 管不了这些了 要不是现在形势走破 投鼠忌器 我早把他给杀了 卑职也完全同意 陈县长和张书记的意见 以土匪的名义 处决冯白局 土匪和共党 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你现在要以土匪的名义 公开杀他 是要拿出确凿的证据的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失作英明 现在 琼崖的各界人士和群众 都知道冯白局是共党的首领 你硬要说他是土匪 那也难堵住悠悠众口啊 杀了他 琼崖国共两党 的谈判破裂失效 弄不好 还会把委员长牵扯进来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可是到如今 不杀又有什么好办法 好了好了 那就把大家的意见 如实上报 由尚峰来裁定吧 就这样 散会 万一冯白局同志有生命危险 我打算布置心腹在监狱后岗楼放哨 那个时候冯同志可以安全越狱 好 有情况 及时报告 好的 好了 咱们 pase 咱们 先 来 说 说 李敏同志 怎么样 冯同志已经同意我们的营救方案 但有一条他一再表明 对于此次营救 一定要保证同志们和组织的安全 才能行动 不要因为他个人而影响革命大局 这个老封啊 尚封的命令到了 同意就地处决封败局 太好了 司令 什么时候寻刑 尚封的意思是 因此事事关重大 已上报了南京中央政府 如无意外 不日即可回准 尚封英明啊 我找你来 是因为我担心 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出大麻烦啊 司令是指 冯白局的那些同党啊 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毕竟涉及到他们领导人的生死 够急了要跳墙啊 好 司令 我这就安排 等等 今有防范是不够的 你们要做的 还有 这里里外外啊 可都是你的人吧 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就拿你试问 明白 来 见过行餐座 吴队长 你先出去吧 是 您请坐 老牛 你觉得这个吴队长可靠吗 您怀疑他 是啊 自从当年 王队长被共党分子 打黑枪之后 我就一直派人在跟踪他 只是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不过我一直有一种预感 共党分子的策反 不是一宗两宗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您不会怀疑我吧 老牛 冲你当年 把共党的主要头目 李陶的腿脚给打断 你就是投奔共党 人家也未必收你 那我是不是 先把他抓起来啊 不 来 方书记 你发现了吗 这会儿的看守 好像比之前多了好多 看来 他们是害怕了 他们不会在 林明同志还没来之前 就把我们给 会 你害怕了 有点 不过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就不怕了 放心吧 我们的革命事业 还没有成功 马克思他老人家 是不会收留我们的 你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啊 这笑也是一天 愁也是一天 那干嘛 不开心点过呀 你呀你 什么事情到你面前 都跟没事似的 我呀 是革命乐观派 所以这个子弹呢 都绕着我飞 那我也一样 干什么呢 老实点 你看 守卫是加强了 但是他们 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而且从外面传来的消息看 他们压根就没有放我们出去的打算 那他们这么关着我们干什么 难不成他们要耍新花样 应该是欲擒故纵的把戏 他们表面上 要制造杀害我们的假象 当然 也不排除他们真起了杀心 假如这个时候 我们的同志前来营救 他们张王一带 就可以将我们一王大积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联系特尾 让他们停止营救 咱们马上联系吴克制 来人 来人哪 来人 来人 喊什么喊 我太太病了 忍着吧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待着 你不管事是吧 把你们队长叫来 喊什么 冯先生 冯太太 你们有什么吩咐 你来得正好 我太太病了 你把御医叫来 对不起 你们没有这个待遇 我告诉你 给我盯死了 出了问题 我要你的人头 是 报告 进来 监狱长 吴队长 你可来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也是才接到命令 那个冯白鞠马上枪决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还不是怕走漏了风声 被人劫狱 你现在马上集合队伍 还有 特务大队也要来人 他们配合执行 好 是 去吧 彭先生 对不起了 麻烦二位换个地方 你们要干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地方条件不太好 不太适合二位 上风有令 要优待你们 请吧 大家听好了 一定要在特务大队赶到之前 救出冯同志 否则就来不及了 一会儿 你俩跟我进去 你俩留在外边接应 一切听令行事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走 好 吴队长 有事啊 带人 谁啊 你这儿还有谁 不是有冯白鞠吗 监狱长说了 谁都不能带 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 我马上就来 原来你真是 吴队长 吴队长 你多时了 带回保安司令部去 走 追 什么 跑了 属下失职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刑副参马长 眼下这个局面 是由你的失职造成的 你要对此负责 好你个长大 有功劳 抢得比谁都快 出了事 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什么玩意儿 刑副参马长 你半天一声不吭 想什么呢 该不会是 在心里骂我的吧 卑职不敢 卑职怎么敢骂司令呢 我是在想 如何做才能 不让司令引火上身 想到了吗 吴克芝虽然逃跑了 但是冯白鞠还在 我们可以继续在他身上做文章 可是这个吴克芝会接触一切 让我们在民众面前丢脸 他会揭发 咱们也会 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做文章 说吴克芝就是土匪 由此可以把冯白鞠 土匪的这份作实 行行行 别在这儿婆婆妈妈的 你现在告诉我 这冯白鞠到底怎么办 杀还是不杀 杀 怎么个杀方 就说土匪劫运 土匪卧底吴克芝 想理应外合 帮助冯白鞠逃跑 被我方发现 在乱战之中 吴克芝失手 将冯白鞠打死了 如果吴克芝不逃跑 我们还有自作自说之先 正是由于他逃跑 正是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有道理 那司令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你让我 再好好想想 司令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杀了也就杀了 如果尚风改变了主意 这冯白鞠 咱们可就杀不了了 司令 啰嗦什么 马上有请陈市长 还有王府司令 是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都怪我的莽撞 给冯白鞠同志 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不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可是同志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冯书记和小曾的安全问题 这件事情一出 他们的处境 就更加危险了 国民党当局 很可能会借机 加害于他们 然后再嫁祸于人 我也是担心这一点 说来说去吧 都怪我当初没能拦住老方 这次谈判 他就不该去 好了 别再研究了 我们在这儿多耽误一分钟时间 冯同志就多一分危险 要我说 赶紧招人 准备劫狱 我同意 不行 现在他们一定加强了戒备 再说 以前有无克制同志做内营 上面有十分的把握 现在没有了内营 情况就更加地困难 对 如果贸然劫狱 弄不好救不出人 还会给老冯他们带来更大的危险 那我们在等什么 等他们把冯同志杀了吗 秋军同志 请你冷静 在关心老冯的安全问题上 大家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 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儿等着 什么也不做吧 关于冯白鞠的事 虽然我没有接触 但是情况 还是了解一些的 我们 跟冯白鞠领导的共挡打交道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们多次派兵攻打 但始终未能成功 这就是琼崖 乃至全国都知道的事情 王副司令说得对 不说其他 光对冯白鞠发的悬赏通告 我们就发了不少 谁都知道 我们跟他视如水火 正因为全穷民众都知道 我们跟冯白鞠之间的那点事 所以啊 这个事很麻烦 现在 我们把他给抓住了 这个人 留自然是不能留的 但是怎么杀 就得好好地斟酌了 杀得好 功劳一尽 尚风要是嘉奖 人人都有份 杀得不好 尚风要是怪罪下来 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张司令说的这个法子 谋划的也看似周相 但百密总有一书 冯白鞠 毕竟毕命于我们的看守之下 总会给人留下许多的联想与口识 所以啊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作为一 王副司令此言 陈某亦有同感 但问题是 杀不得 难道能放得 放户归山 后患无穷 自不必说 就说何谈吧 谈还是不谈 不谈 与时下大局不符 与委员长庐山讲话 精神不符 谈 谁又愿意跟他平起平坐 退一万步说吧 就是何谈成了 他们提出的条件 是那么的苛刻 是啊 对于他们提出的条件 我们是万万不能答应 答应了 就要承认他们的存在 也没有理由轻较他们 到时候还要给他们 枪弹良响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恐怕到时候 日本人还没走 他们就来收拾我们了 这不是 自己给自己种下祸根吗 是啊 那杀了冯白鞠 就可以不谈了 据我 与共党打交道的经验 共产党要是想办的事 他们可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这么些年来 他们能在深山野林里 生存下来 并且发展壮大 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是啊 没了冯白鞠 固然可以缓解一时 但肯定还会有马白鞠牛白鞠 再者 我们要是真的杀了冯白鞠的话 那可就受人以禀了 共产党肯定会就此大作文章的 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 到那个时候 委员长要是怪罪下来 我们岂不是吃不了 还要兜着走吗 不会吧 在剿共方面 委员长一向是心肩如铁 宁可搓杀三千 绝不放走一个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蒋委员长要是再想剿共 他老人家只能做韬灰之人了 那依王老弟之见 此事该怎么处理 在座的都是我的长官 恐怕还轮不到我说话吧 张司令 你是地方的父母官 又是我等的长官 陈某当为命失踪 老弟呀 我要是有主意我早 这不是左右为难 才请各位帮忙的吗 我倒想起了一个字 一个字 对啊 什么字 托 对 但风白巨是熊也罢 狐也罢 火也罢 死也罢 关在笼子里还不是一样吗 现在已经关了这么长时间了 再关他个一年两年 又有何妨呢 只不过 咱们得多费点心思 看管他罢了 可是外面的民众等不得呀 那也不是他们说了算 时局这么乱 谁知道以后的事啊 我看这事拖不了几年 那关键呢 是上风的意思 处决风败局的报告 迟迟得不到批复 这其中的缘由 想必各位是心知肚明吧 既然他们要拖 那好 咱们就跟他们一起 拖 我说二位长官 既然上风 都拿这个事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没有何必自寻烦恼呢 说不定了 明天 我们就不用再操这个心了呢 此话怎讲 莫非是你那个任高参的令兄 有内情相告 非也 非也 二位都是带兵之名将 眼下的局势 说不定 哪一天就会奉调离穷 这并非是秘密 等等 你不说我还忘了 方才余长官的副官来电 说日军酝酿进攻广州 一旦真的打起来 形势不容乐观呀 广州 如果广州被攻 余长官的手底下 堪用之兵很少 还能容得二位 在此隔岸观火吗 是啊 王老弟说得对 张军长 看来眼下 我们是火烧眉毛 还是多把自己的部队 照顾照顾 这里的事 就由王老弟来处理 我可担不起这个重任啊 我只是 琼崖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 主持大局啊 那是名不正 言不顺吗 老弟 那不过是一张纸的事吗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那现在呢 我说的是冯白鞠的事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字 土 言下的大局对我们有利 国民党当局还是有所顾忌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敢杀冯白鞠同志 不敢杀 至少他们现在还不敢杀 对 杀了 他们没法向民众交代 也没法向蒋介石交代 白鞠同志 虽说冯同志现在没有危险 但是我们总该想点办法 去救他呀 办法当然有 下面我们要做好 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做好策反工作 无客之同志现在暴露了 我们要设法再派人打进去 二 通过狱中党支部 可冯白鞠同志取得联系 了解他现在的情况 同时 把外面的情况 向他汇报 征求他的意见 三 想上去汇报 请求他们的指示和帮助 还要啊 进一步发动群众 加大呼吁 琼崖海外华侨众多 这股力量不容小事 这股力量不容小事 是对我来说的 主要看